这个沙玛特的女孩只是轻轻摇起卷发 露出了肩膀上的龙图案 紧接着肩上的图案竟发出诡异的红光 然而下一年 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一只可怕的骷髅龙竟从女孩身体里钻了出来 这就是聚集了无数奇特科幻生物的电影 善恶魔法学院 原来我们看过的所有童话故事里的主角人物 都是在这所学院毕业的 善恶魔法学院分为善院和恶院 善院长期沐浴到阳光下 所以生机盎然 而反观恶学院因为长期笼罩在黑暗中 所以看起来极其阴森恐怖 善院每年都会招收一批心地善良的学生 而恶院每年招收的学生必须内心邪恶 然后经过一年的学习之后 双方会开展一场比赛 可是恶院已经连续输了几百年 直到在今年的新生中 来了两个平凡但不一般的学生 小美出生在一个小镇的普通农户家里 每天都要饱受继母的尖酸对待 她坚信自己是一个不平凡的公主 所以她一直以来坚持给善恶学院写信 希望能够进入心心念念的善学院当公主 然而事与愿违 每次放在学院树上的信件都得不到任何回应 失望透顶的小美决定自己掌握命运 她打算独自离开小镇 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 殊不知有些愿望太过强大 一旦说出就无法收回 就在小美独自一人准备离开小镇时 恰巧被好朋友阿家杀撞见 就在小美准备解释时突然来 四周响起了一阵诡异的声响 天空也变成了诡异的血红色 就在这时一个黑影从树林里冲了出来 拎起小美就往前跑 小美不但不害怕还异常的兴奋起来 阿家杀见好友被黑影捂走 胆忙追了上去 危急关头 阿家杀死死拉住小美不肯松手 很快两人就被黑影带到了一处空地上 还没等两人缓过神来 突然下一条 一只可怕的骷髅巨鹰从天而降